6月14日上午,维州小型企业创新及贸易部部长Philip Delidaki,维州多元文化事务部部长Robin Scott在维州议会大厦召开了媒体简报座谈会,发布了维州政府正在进行的一系列举动。 新的举措包括6000万澳元的Launch Week拨款计划。该计划支持各机构实施项目,为第一代移民和难民提供更多参与维多利亚州初创生态系统的机会。 另外,拨款375万澳元用于海外留学生公共交通优惠卡。 在国际方面,维多利亚州在江苏南京创立了科技创新研发项目资助双方研究机构的合作项目。 维州政府还将协助维多利亚州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推动维多利亚州的产品在中国的销售。